最近金牌音乐制作人谭宜哲接受采访 记者问他合作了这么多艺人朋友 觉得谁的朋友圈最有趣 谭回答说 异样千玺和李宇春 因为李宇春从来不发朋友圈 只会点赞评论 而异样千玺是只发一些天空啊 打雷下雨 还有那个飞机啊什么的 觉得这两人很有意思 大佬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记得之前在综艺节目里面 大张伟大老师也曾经提到过一样千玺的朋友圈 他说千玺老师的朋友圈里的东西特别棒 平时都会发一些祖国的大好和尚啊 艺术家的新作人 还有哪哪的展览啊 就是那种让人深思的东西 大老师说千玺的朋友圈会让人产生思考 发人深信 其实我知道这些以后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千玺行时就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他的INF上关注的都是一些艺术家 自己也会对这方面感兴趣 也不止一次在博物馆艺术展之类的地方 被偶预计的去年快乐大吻营秘密花园 小方问DF points如果有七天假期想干什么 艺术千玺回答说盘可口 不过我猜现在问他 他应该会说捏泥素 很难想象千玺是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这么久的孩子 不夸张的说 在他三观形成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度过的 做着最入室的事情 但却有着出世的态度与思想 虽然现在有趣的灵魂这个形容已经被用烂 但是我仍想说 艺术千玺有趣 是不刻意讨好的有趣 是有独立人格的有趣 是特立独行的有趣